几谈消息 随着卡塔尔世界杯完成最后两场16强赛事 8强名单也正式诞生 在两场焦点战中 北非熊师摩洛哥凭着3比0的点球成绩 第一次挺进世界杯8强 更让2010年世界冠军西班牙连续两届止步16强 至于葡萄牙和瑞士的对决 航海家因为新兵上演帽子戏法 以6比1大胜十字军团 阔别16年闯进8强赛 随着一组盟主日本败下阵来 同样从死亡小组出现的斗牛军团 西班牙硬碰北非熊师摩洛哥 试图保住颜面 尽管双方采取主动攻击的策略 但一来一往的攻防战 加上一次次的错失良机 90分钟的中赛依然难分胜负 比赛进入本届赛事的第二场加时赛 不过战场延长了30分钟 双方还是0比0打成平手 将比赛推向最紧张刺激的点球大战 首先挑战进球的摩洛哥中场 萨比利射进龙门先拔头筹 但斗牛军团的前锋萨拉维亚将球击中力柱 让摩洛哥1比0暂时领跑 尽管北非熊师在第三轮的点球被西班牙门将西蒙扑出 但西班牙在全丢点球的情况下 摩洛哥凭着3比0的成绩涌闯八强 首闯八强的摩洛哥创下自身在世界杯的最佳记录 堪称本届的大黑马 小组赛打败了上届亚军克罗地亚 在击退2010年的世界冠军 摩洛哥球迷自然雀跃万分 在体育场外大肆庆祝 就在摩洛哥球迷敲锣打鼓 手舞足蹈的当儿 斗牛军团的球迷则因为球队连续两届点球战败 再次止步16强失落不已 他们纷纷用双手捂着脸 有的甚至落下泪水 众人失望而归 至于最后一场16强赛 则有收起名将西罗的葡萄牙 对垒十字军团瑞士 顶替西罗首发上阵的21岁年轻前锋 拉莫斯最终不负众望 在第17分钟51分钟和67分钟 竞射抽网上演帽子戏法 除了这名后起之秀 葡萄牙还凭着后卫佩佩 格雷罗以及替补出场的前锋莱奥各进一球 拿下6分的手继 十字军团在90分钟的比赛 仅靠后卫阿坎吉踢进一球 最终让葡萄牙以6比1的大比分成绩 阔别16年再次挺进世界杯8强 对于这次的大比分胜利 葡萄牙球迷认为 采用新兵是球队制胜的一大关键 穿着葡萄牙经典球服的他们 在体育场外挥舞葡萄牙国旗 准备迎接接下来的挑战 刚刚胜出的摩洛哥和葡萄牙将在八强碰面 争夺半决赛资格 随着16强赛正式落幕 本届世界杯今天就会热烈上演8强争夺战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